倍增的迹象 反疫苗的浪潮 对公共卫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香港也有人觉得疫苗有危害 是洪水猛兽 可能是百万分之一里面 可能只有一个而已 但对那个受害者来说 这个是百分之一百来说 医学记就说他是救命恩人 那些疫苗就是说等于 做过一些模仪的测试 让你可以成功保护自己的机会大一点 有妈妈担心疫苗有水淫 影响小朋友发育 那些研究就是说 他会破坏小朋友的学习能力 导致他有毒蛇障害止闭症那些 尤其是中食药或者我们吃的海鲜 都会有重金水入面的 他们的分量过过疫苗的 欢迎收到新闻透视 一卡在手世界通行 说的不是信用卡 而是针卡 地位差不多等同出生子 你猜一岁半之前 政府建议你打几多支针呢 一共有14针 世界卫生组织说 每年有超过200万人 因为打了疫苗不用死 但现在部分家长就会问医生 宝宝不打针行不行 为什么呢 这天星期六 一群新手父母来这里听讲座 题目不少是针对他们的疑虑 今天主要就跟大家讲一讲 小朋友的疫苗 除了介绍疫苗的种类 也有提及疫苗的安全性 反对疫苗的 认为疫苗的害处是好过好处的 大家有没有身边一些这样的人呢 没有疫苗是百分之百保护的 家长也都知道 就算打了疫苗之后 也都会有机会感染了 他们打疫苗的病毒 但是真的感染的时候 他的病发率 他的病征病状是相对轻很多的 主办单位也说 近年多了父母来听讲座 网上面现在真的很资讯氾滥 作为一个父母 未必很有信心 去信网上的资讯 他们就会选择去参与 这类型的讲座 由第一身医生解释给他们听 或者他有什么不明白 他可以立刻去发问 疫苗出现时 已经有人反疫苗 近20年 主要论点说 疫苗引起刺闭症 以及里面的重金属被害健康 美国总统克朗普也反疫苗 过去多次发表 疫苗和自闭症有关的言论 这套纪录片 是英国前医生 Android Webber知道 98年 他在医学杂志 次真发表论文 说预防麻疹等MMR疫苗 和自闭症有关 不过后来被揭发造假 研究只有12个小朋友 没有对照实验 而且取量也有问题 次真撤回论文 他因为专业失德 被英国医务委员会 调交牌照 电影中 他转为指 美国当局隐瞒资讯 这一天 香港免疫针 关注协会的一众家长巨手 一起看这套电影 协会在2009年 猪流感爆发后成立 关注当年猪流感疫苗 可能有严重副作用 之后就延伸至所有疫苗 他们平均每季举办一次活动 会员人数过千人 我大女的时候 他事实是真的很精灵的 他真的试过打那些 叫做水斗 水斗那些针 打完回来之后 我发觉他真的退步了 看到朋友的小孩 打了针 有很多问题 甚至说话都不正 很大 后期知道了 叫了小孩都不打了 我们市民要知道的 真实的国外 这个纪录片 也访问了很多 不同的受害者家长 也都影响那些小朋友的问题 你说是完全没有影响吗 那我们都不会觉得是 那你说是完全 是不是完全没有帮助呢 那可能对某些人都会有帮助的 那所以就说 为什么会免疫争 这件事是会有负增益性就是这样的 专家有专家说 市民有市民说 傅佩林是协会会长 除了举办活动外 又帮忙出书 阐述疫苗可能出现的问题 一个小朋友受伤害 不是一个人受伤害 是一个家庭 如果真的出现了问题的时候 那个家庭 他要照顾那个小朋友 例如自弊症是多了 他要照顾一个自弊症的小朋友 心力是要多少 双方争拗长达近20年 例如有研究说 自弊症儿童体内有麻疹病毒 于是医学界研究120多万个小朋友 结果显示 打针没有令自弊症患者变多 翻疫苗人士又说 日本90年代停用相关疫苗后 自弊症数字下降 不过官方数字显示 从来没有随接种率下降 有些研究出现是与自弊症 连上了关系 但经过了十几年的研究之后 已经有一个结论 就是否定了这个关联 支持和反对声音 都有他们各方面的研究 我觉得就是人们要自己选择 我觉得留一个 选择选择选择是很重要的 因为他自己选择 他就要自己承担后果 其实现在开放资讯的年代 你很勤励地 你用一个星期看完网上的资料 我想你都应该当专家 香港并非强制打针 白娜是两个小朋友的妈妈 大女儿在澳洲出生 所以打了疫苗 但儿子在香港土生土长 现在为止仍是临针儿童 如果人们又不打疫苗 但是生活方式又很差的 又不太健康的 那你一定死硬 什么病来的 你都第一个死先 很肯定 但是如果你会有自己增强免疫力的方法 例如尽量喂母乳喂到两岁 吃本地健康出产有机的食物 我觉得这个才是等小朋友健康成长 贝拉说儿子很健康 由他在家教学 平时最喜欢做运动 专注力很强 他认为疫苗未必如想象中那么需要 因为如果个个都打完的话 我们没有打就不会有这种病发生了 如果很多人打了 其实那种病情 虽然我不相信那些病现在是存在的 很多病其实都不存在了 但是还要打那种疫苗 我觉得不适当 现在看起来好像很安全 我们为什么全部人都打针 都是为了保护他们的 但是如果是一个明明可以打针的人 他不打 当这个趋势越来越多的时候 就减低了群体免疫力 那我们香港一定会有大爆发的 疫苗是如何发挥效果的呢 以麻疹为例 一个人可以传播给十几个人 很快整个群体都受感染 如果群体有小部分人打了疫苗 他们大多会不受感染 但其他人还会 结果依然严重 要做到有屏障 产生群体免疫 需要绝大部分的人都打疫苗 接种率要超过95% 整个群体才有效防御 有些家长就认为 这种病很少见的了 所以来说就觉得不值得打 但实际上就可能他们不明白 原来这种病小见 就因为个个人打了防疫针 如果不打防疫针 这个病毒是未绝肿的 一定会回来的 最近来说在美国 我想你知道在迪士尼 是一个大的爆发 就因为有些小朋友的抗体 是不足够的 麻疹曾经在美国绝技 但2014年 加州迪士尼 因为有感染麻疹的外国人入场 转眼爆发大规模异潮 到15年 全国有600多人受感染 大部分都没有接种麻疹疫苗 外国部分地区 禁止没有打疫苗针的人 到人多的地方 例如学校 这天 这间幼稚园有五个小朋友病了 除了要向卫生防护中心承报 学校也要做好应对 他是手足口 其实我们都分流的 还有小朋友都会戴上口罩 和他正常去做活动 小朋友在里面 人数比例又少一点 让那个防疫的措施 会做得好一点 除了戴口罩 还要用高温紫外光 卫文具等设施消毒 在这个时段我们觉得高峰期 差不多这个机的运作 天天都很不空的了 这间幼稚园是全日制 小朋友每天在这里近十个小时 这个是我们全校的小孩的 个人档案 一定要收取那个小朋友 母婴健康院要交来的针卡 确保他的针要打齊 我们才让他进入毒 看到这么多小朋友打针 周校长说 见到大家打完副作用不大 有三两个会发烧 都是一个正常的反应 但大部分都没事的 照上学的 他最担心的不是有副作用 反而是对传染病的警觉性 和防御力低了 因为香港真是地小人多 还有一间学校里面 你可以说是一个小型社区里面 尤其是长时间在这里 尤其在小弟哥六岁之前都是小的 学校里面我们不做好 那个卫生的工作 其实对他们来说都不公平 也都要给家长知 你是要爱吃小朋友之余 你都要帮我们手 去保护一下其他健康的小朋友 不要受感染 这三只细菌公仔 是大部分香港八九时候的集体会议 原来和疫苗严重副作用的机会 大约是一百万分之一 根据统计 还低过比雷劈 美国一年有大约300至500个小孩 因为打疫苗而受害 不过就有20万个小朋友 在交通意外里面受伤 有些不打疫苗的有种心理 反正其他人都打了 好了 我不用打都可以了 如果人人是这样想 疫苗还有没有效呢 太平山这条医学境 周末很多岛上团 这一区是香港最早 划分给华人居住的地方 卫生条件恶劣 爆发天花和鼠疫 其中鼠疫死了很多人 当时的太平山就很糙密 当时有2500种病例死了 有一半就在那里发生的 当年鼠疫疫苗研制的不太成功 不过之后天花疫苗就有空前效果 因为我们前身最初就是 细菌核检验所 其中的工作就是製造疫苗 做天花 熬豆疫苗 当年专家在市外培制牛豆 那块木板现在放在医学博物馆里 牛豆是英国一位医生 发现紧牛奶的女工 没有感染天花而想出来的 其后将牛豆制成疫苗抗天花 最好的例子就是天花 死亡率比较高的 所以当时超过200万人是死亡的 经过1967年至1977年 一个很大型的全球免疫接种的合作 一个运动之后在1980年 其实天花在全世界就消失了 除了牛豆 香港自50年代起 为小朋友打不同的防疫针 最早引入卡戒苗 白喉等疫苗 市民可以在流动诊所 或母婴健康院打针 那时候白喉辉结合就比较流行一点的 随着打了差不多两三代人的疫苗 这些在八九十年代猖獗的病毒 现在已经很少见得到 宣传教育缺一不可 教育电视在90年代 在小学常识科播出器具模型动画 像不见我那三位结拜兄弟那样的 细菌大王的三个兄弟 肺结合 白喉和马疹 就是疫苗主要针对的敌人 现在人类的防疫工作真是做得很好 连白喉病和肺结核病都有防疫注射 搞到我们几兄弟都没办法 这些细菌公仔全部都是由陈哥设计和制造成的 这些细菌公仔全部都是由陈哥设计和制造的 前后共花了九个月拍摄完成 当中也有不少难忘事 医学已经创明了 已经发明了一些预防疫苗了 那么就更加无所对面了 所以到最后就有人走出来说 哎呀我们要走了 拍的时候我要注意每一种东西都在走 所以是最花时间 陈哥现在仍然为教育电视设计动画 他说让小朋友知道真正的科学很重要 其实我们做ETV的节目呢 我们经过考究 当他做了动画之后呢 小朋友看了之后呢 他会更加印象深刻一点 不过一直有家长对疫苗有疑虑 就算是很低量的水银的话 其实是会直接影响我们的脑神经的 免疫针里面一些的成分 其实你可以找到有49%是水银 但是我们市民打之前是不知道的 是占这么高的比率 疫苗里面就一定没有40%水银 有些疫苗是里面有些防腐剂里面是有水银的 他们也做过很多研究 防腐剂里面所谓的40%水银加进去之后 其实都没有证明它是对新生意有影响 但是当然有一些不需要的东西 这些不好的东西我们真的希望没有 我们完全没有用防腐剂 现时部分疫苗仍然用水银做防腐剂 根据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指 每一剂0.5毫克的疫苗不超过50微克防腐剂 当中49%是水银 也就是不超过25微克水银 究竟算多还是少呢 食安中心曾经研究过市面上鱼的水银含量 发现罐头吞拿鱼1000克平均含263微克水银 一支疫苗的水银含量 大概等于93克罐头吞拿鱼的水银含量 我们眼前看到的一罐吞拿鱼 其实95克 都已经多过一支针的所谓的水银成分 赵伟伦近一两年写了很多关于疫苗的文章 他认为疫苗针 人们一生只打十几支 但鱼可能经常吃 一个人正常会打两支MMR 相当于吃了两罐吞拿鱼 正常人一年都不只吃一罐吞拿鱼 德国麻疹 或者是就麻疹 可能会令到你四肢不健全 又或者会产生老盐 严重的平伐症 当你想想如果你的儿女 真的有这么严重的情况 其实你真的害了他一生 不过有人不信西医针药 曾卓文已经退休 经常将外国的一些 讲述疫苗有问题的文章 翻译成中文放上网 大部分西医都帮西医的 这些资讯已经太多了 所以我就会留意指出疫苗的危险 好像意大利那样 他们在1928年患天花儿童的人 死亡数字是926人 两年之后推行了天花疫苗 是多了十几倍 六七年香港引入麻疹疫苗 之后麻疹个案下跌 不过五二年引入卡戒苗 以及五六年引入百合后 感染统数没有明显下降甚至上升 过了几年才下降 打疫苗真正令到整个社群有保护 是需要时间的 是打疫苗每年都有这么多人去打 要几年或者甚至十年 才可以将一种病毒或者病菌 控制下来 并不是打疫苗有些人以为 一年立刻立竿见影 曾卓文近来又写了一篇文章 针对疫苗成分有没有害 引用过International Journal最新的报告 就是说所有疫苗都含有重金属 和古灵精怪的化学品 他说用自然疗法透过食物及运动 会与大自然接触提升免疫力 海特地搬去平州住 方便它晒太阳 有猛烈太阳晒下来 我就好像整个人充电 掌上压是一种爆炸性运动 可以即时大量吸收氧气 用自然的方法来提供免疫力 会好过用一些奇怪的药物 去干扰身体的运作 比如早睡早起 做运动 那些是一般可以提升我们的免疫 不过对严重疾病是不足够的 那些疫苗来说 就差不多等于跟你去特别温书 做过一些模仪的测试 让你可以成功保护自己的机会大一点 赵掌诚医生 有份被疫苗的刊物做主编 他议述 以前很多去英国的香港留学生 对脑膜炎针不认识不想打 学校不是用强迫的方法 他们就去开了一些课程 给他们上了一个小时 解释给他们听 魯莽而不是什么副作用 说完之后 他们答应接种率达到96% 全世界都很紧张 疫苗之后有什么反应 这应该可以整齊一点 每年可以公布 打完针 不良的事件出来 发生下去是怎样呢 有关没关呢 慢慢慢慢 市民可能就会多些信心了 香港疫苗整体接种率 虽然有轻微下降 但仍然维持在95%以上 也就是安全的水平 疫苗在科学上证明有用 但也有很少部分的人 有严重的副作用 目前超过十个国家 都有赔偿机制 较大规模的有美国 近十年 合共打了28亿之针 有4000多宗审报个案 近3000宗获得赔偿 如果有五疫针法庭的存在 赔偿机制的存在 就是那个五疫针有没有伤害 它根本存在与否 是没有影响的 但对我们大众市民来说 是真的有